最近的天氣忽冷忽熱 不曉得大家我們在吃鍋 今天找我們王牌 王牌一樣吃一粒來 一粒打這個招呼 大家好 哥好 大家好 我也很愛吃火鍋 為什麼今天找一粒 火鍋熱量高嘛 熱量高就算了 然後 好吃的東西 除了圓形的蔬菜啦 肉啦 魚啦 蛤蜊啦 其他的東西 如果我吃火鍋只吃了一些 我就很憂鬱 哈哈哈 你是說 如果吃圓形食物 你也很憂鬱的就對了 對啊 吃火鍋 不管吃哪一種鍋 我怎麼可能只吃肉 只吃魚 只吃蛤蜊 只吃蔬菜 這不通嘛 對啊 因為 通常火鍋 你如果說加這種東西下去 應該是比較清淡 所以一般人的味道 如果說外食比較久的話 可能會加一些加工的東西 比如說 公圓有沒有 我們台灣的公圓都很吃 一點公圓一點有的嘛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腳類的東西 我我我我公圓對我來 我我不能 我絕對不能沒有的一個東西 叫做魚腳 哦魚腳 其實我不能 我不能沒有的東西很多 哈哈哈哈 魚腳 然後 那個 蛋腳 是 都是再製品 腳類的 都是再製品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一個那種水晶腳 哦那個也好吃 哈哈哈 那個糯米對不對 包起來 吃起來QQ的 但是這個都還不打緊 哦 今天這人吃麻辣鍋 麻辣鍋一定要有 有一個東西一定要有的 什麼東西 油條 哈哈哈 而且要老油條 你是說那個要脆脆的那種很 就是炸很久的那種 那一定要脆 如果不脆的話 那個油條就叫失敗 哈哈哈 所以冬浩哥你是老饕 你是那個吃火鍋老饕 我愛吃啦 我愛吃啦 對 但是 以這些加工類的 我覺得大家是可以區分啦 就是大家以為想說 那個腳類好像熱量很高 其實它不是最高 真的哦 對 其實熱量最高你要記得是 丸類 丸子類 丸子類 比如說剛剛提到貢丸 貢丸 然後魚丸 對 魚丸不是魚做的嗎 對 但是它裡面其實有些魚丸 它會有添加一些 比如說澱粉類的東西 然後一些 比較像是 它是魚跟豬肉混合的這一種 其實沒有那麼單純 真的哦 我一直以為它是純魚肉 對沒有 丸類的哦 比如說花枝丸也是熱量高 因為它有加澱粉熱去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有一些像 虱目魚丸這種丸類的 它一顆 平均熱量大概50大卡左右 50大卡換算我大概 50大卡就是說 大概 呃 應該講說半碗飯 半碗飯大概是140大卡 所以你要吃三顆 就是半碗飯 就是半碗飯的熱量概念 所以 丸類其實是熱量高 那我問一下 我還很喜歡吃抹排式的 叫做 黃金魚丸 對就是碗 那個好像有炸過的 對對對 哈哈 那個就是 油脂高 然後裡面 因為 大部分 除非說你是吃一些手工的 比如說你去 火鍋店 它有那種 就一 一隻 然後自己 用一個竹子 對對對 對 就是切半那個 那個盛作 那個裡面就是說 比如說魚漿 或花枝漿 它那個料比較多 那個澱粉類的東西 比較少的話 那個會有澱粉 它裡面 不然它要怎麼勾 把它包起來 對不對 所以它還是會有一點澱粉 對對對 所以 我們通常會 我們會說 碗類是熱量最高 以加工品來講 那個我一定有 可是如果是手工的 比較好一點 對 手工的好一點 你看起來很掙扎 然後 第二大類 其實是 因為我看它都真工包裝 對 我通常都是買回家 那個 那個其實 坦白講 因為為什麼 它好吃 它味道夠重 對 對啊 因為你平常 你吃如果是一些 原型食物 像肉片 蔬菜 味道沒那麼重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你的火鍋 加一些 這個裡面 加一些 加一些加工的東西 下去 覺得 夾得好吃 對 然後我還喜歡吃一種 裡面包起司 起司 起司丸 起司丸 那個 它不一定是 玩原型的 也有做成方形的 喔 裡面有加起司的 或是麻糬的那一種 對啊 對啊 那個也是屬於加工的 哈哈哈 但是 但是腳類倒是說什麼魚腳啊 燕腳啊 或什麼花枝腳 那個是排第二大類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大家想像不到 看起來很健康的豆類 像豆類你喜歡吃什麼豆類 豆皮啊 豆皮對不對 你是吃那種硬硬脆脆的那種豆皮 還是吃白豆包的那種豆皮 我兩種都有 可是 我知道那個 那個硬硬脆脆那個是炸過的 對 我知道那個會 對 因為那個那個放下去 湯會 其實後來就知道會比較油一點 你覺得那一塊多少熱量 還好吧 因為我本來也很喜歡吃 我後來發現它的熱量之後 我就嚇到 它會比丸子高嗎 它一塊的熱量將近100大卡 你說比丸子還高 對 丸子一顆不是50嗎 然後它那個大概大概一塊100大卡 如果是那種白豆皮 白豆皮就好很多了 它大概有 白豆皮的話大概會落在 也是大概四四五十左右 差很多 它有那麼高 白豆皮它是豆類製品 豆類製品本來就 豆類製品你要想它就是 黃豆嘛 黃豆有油啊 它本來就有油脂啊 可是相對來講 它是算是比較好的 因為它畢竟它是白豆包 有啦 我現在有換了 就換成那種豆皮的 那個還比較貴 可是你吃比較健康啊 像豆油炸 所以那個豆皮是熱量很高 還有像百葉 對 百葉也是熱量很高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是大家比較常忽略的 油豆腐系列 油豆腐因為它本身就炸過 對 所以豆類製品的話 大家會覺得 我很健康 我都吃豆類製品 但相對這個都是高熱量 如果冬豆腐 冬豆腐好很多 會好很多 對雖然它會吸那個湯汁 可是你不要把它丟到麻辣鍋 不會 我沒有吃到那麼辣 對 就是說一般如果你丟到 像麻辣鍋不是有白鍋嗎 你就丟在白鍋 我一定放白鍋 而且 可是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喜歡的白鍋是那種港式 我覺得裡面會有那個 那個不知道是什麼 豬肚 不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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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蛋 有那個皮蛋的 皮蛋的 那種港式的 然後它有一個 有點像NC那一種 香菜的那一種 對 那個 那個熱量OK嗎 其實你只要判斷一個就是 越輕的湯熱量越低 所以要看你點的那一鍋裡面 港式的那個湯的濃稠度長怎樣 比如說像你看我們就講說 為什麼昆布湯蔬菜湯 它熱量很低 因為它熬起來就是蔬菜類的東西 它湯就是輕 你看那個清爽的感覺就是熱量是比較低的 越濃的 像辣油類的 酸菜白肉鍋類的 起司類的 那種 就是一整晚生不見底的這一種 這個我知道 熱量高 然後還有一種 我是在心意激發區吃的 它那邊有什麼鍋 就是它是白湯 可是很濃稠的 豬骨的嗎 通常就是如果是很濃 對就是大骨啊 或者是說有些是用 類似海鮮大骨 雞骨一起去熬的這一種 那它還是屬於高熱量 可是天氣冷的時候吃那個比較 比較 比較好吃 還有一種 我問 那個是我們台中上來的 在心意激發區很紅 我每次都 都會排隊的 它那個叫做酸菜魚 喔酸菜魚 很生的一種 就是對 酸菜魚 夏天都很好吃 不用動 開胃啊 對不對 那 可是 炸魚皮 它有裹一點粉 嗯 這個 這個 這種東西 會比 會比 剛才講那種100克的那種 哈哈 那種 那種炸的豆皮高嗎 嗯 如果你吃的是炸魚皮 因為它本質本來就是原型食物 只是它烹調那去炸 那相對來講會比較健康一點啦 因為如果是加工品的話 它裡面可能還會添加一些 澱粉類的 或是有一些 添加劑在裡面 那 我們這個魚至少它是 本身是新鮮的 可是魚皮本身會有 魚皮本身的話 它的 講它的好處好了 它就是Omega 3脂肪酸很高 嗯 可是它相對來講 它的油脂也比較高 會比較高 對會比較高 可是 好 因為 等一下你吃那個酸的魚皮 你是不是有特別的吃法 你很掙扎 因為 因為那個一定要把那個炸的魚皮 泡到那個 那個 那個那個湯汁裡面才 那個 就很美味 很美味 就是它酸酸的 因為我們台中起來 你知道那個 那個在新鮮激發區已經開兩家 一個新鮮激發區開兩家店了 好像很熱門喔 對不對 很好吃 對很好吃 而且會做的 會做的跟不會做的 我曾經在台北市其他地方去吃酸菜魚 可是我就會覺得 我踩到壘 那你是真的有認真在挑這個 所以你很喜歡吃鍋 我很愛 我很愛鍋 我很愛吃鍋 可是我要講一個酸菜白肉鍋 就是 剛剛東豪哥提到你 酸菜白肉鍋 那個我一定吃 其實它有一個 吃法是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酸菜白肉鍋裡面的酸菜 它是醃漬的菜 所以相對我們在講說 為什麼它 熱量高 只不過它有個問題就是 它亞硝酸鹽的含量也比較高 那亞硝酸鹽跟鞍 遇到 鞍就是肉類裡面有鞍 那可能會產生亞硝鞍 那如果你偶爾吃一下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吃的話 有個訣竅 就是說 你吃酸菜白肉鍋 你要喝湯你要先喝 你不要把所有東西都倒進去 不要肉類下去 就是清湯的時候先喝 那不只是烤量到熱量 它還烤量到那個濃度 濃度 就是亞硝酸鹽的濃度 你就先喝湯 好 然後如果你今天可能你加 你一定要加豬肉片 有的沒有的這些 而且它一定要白肉 蛋皮 加進去之後 你忍不住又想喝湯 這時候你 我建議你就是可以請那個 阿姨幫你加水 然後它在濃度 不要那麼的濃的情況之下 因為它那個亞硝酸鹽 其實含量還蠻高的 可是 酸菜白肉鍋就是要酸 不酸 我就喝清鍋就要吃清鍋 要不然就是有一個方法 因為如果你要阻斷那個 亞硝鞍的行程 其實你飯後水果 你可以吃一些維生素C高的 比如說現在 現在有一些柑橘類的 柑丁 然後夏天 現在開始有一些芭樂 芭樂 然後小番茄 然後這陣子的話 大概三月有草莓 這種都是維生素C高的 比如說我吃完酸菜白肉鍋 之後馬上吃這些水果 對 馬上吃 對 就是說餐後你可以搭配這些 維生素C高的水果 如果像比如說像蘋果 它就比較低嘛 所以剛剛我講的那幾個 可能其實 柑橘類的 柑辣 然後小番茄 小番茄 對 然後像 問一下 小番茄 像聖女小番茄那種有用嗎 有啊有用啊 有用啊有用啊 它那個是維生素C高的 因為我想說它吃起來甜甜的 對 維生素C不見得是吃起來酸酸酸的 喔好 對 所以就算你的橘子很甜 它維生素C也很高 可是我不是很理解 為什麼 我吃完之後馬上吃這些有維生素 那我如果直接吃一個維生素C 維他命C呢 也可以啦 但是因為你吃這個水果裡面 除了維生素C之外 它還有很多的質化素可以抗癌 抗氧化 那你吃這些加工會有的沒有的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要把 就是我們提高我們體內的抗氧化能力啦 所以維生素C片 它單純就只有維生素C 但如果你吃水果 它還伴隨著B群啊 礦物質啊 還有一些質化素 那相對來講會比較健康 可是這樣是不是 像這些類有維生素C的 是不是我吃所有的鍋都可以試用 其實是啊 因為如果說你吃的鍋裡面很多加工的肉 加工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當然對身體來講 它會對肝臟腎臟造成傷害嘛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可以有一個抗氧化的東西進來 那除了你在吃的過程裡面 你吃的蔬菜 盡量選擇綠色之外 那在飯後我們可以吃維生素C高的水果 可是這種維生素C 我 我要吃有沒有一個建議的量 有就是說我們通常以 飯後大概一般飯碗 大概一碗左右 大概就可以了 一碗 就是它的體積 對 它的體積大概是你吃飯的飯碗一碗 或者是說以重量來講大概就是100克這樣子 所以我只要吃一個碗的 比如說芥末 那不吃一個芥末這樣就可以了 一顆大概就是一個碗差不多 就應該夠 就應該夠了 除非你狂吃你的那個加工品 對 正常的話我們會說 如果你吃了這些所謂的 比較不好的食物 那你可能 你的解藥就是好的食物 對不對 那因為你剛好 蒜菜白豆鍋裡面 很多的芽蝦酸鹽 然後又安育在一起 所以你要阻斷的話 就是你在這個飯後吃水果 還有一個就是有個方法也可以 就是說 比如說有的人會沾那個辛香料 比如說你在配那些料的時候 你可能香菜啊 然後蔥薑蒜這些 你也可以多吃 這個也可以在你吃的過程裡面 避免這些芽蕭胺大量的形成 像我後來會這樣子 我覺得 我不敢吃什麼過 後來就喜歡 就是 用很多 蒜末 對對對 這樣很好 就是這樣真的很好 然後他就是 我就是放一點點醬油跟醋 對 那你這樣很健康 所以你可以 可以吃一點腳類 因為難免啊 有時候真的 你限制大家吃腳類 有時候真的會很痛苦 因為沒有腳類 我覺得那個 但是你真的要取捨嘛 像東華哥 你就取捨你的醬料 就是用比較清爽 我醬料比較單純 對啊 你就是用辛香料啊 醬油啊這些 但是記得你會加醋嗎 我會加一點點 那你加白醋還是黑醋 白醋 那你答對了 你加的比較好 因為黑醋的話相對來講 它的吶含量是白醋的大概兩到三倍 還有這個喔 對 所以說如果你的血壓比較高的話 那我們建議就是加白醋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我只是看到它桌上擺的是白醋 那因為有些那個吃到飽的火鍋店 或是有一些比較高檔的那種 它不是都會很陳列很多醬嗎 然後它就會有一些什麼 那個醋啊 那種什麼成年醋啊 那我建議是加白醋啊 然後醬料裡面其實 我們當然不用講 沙茶醬一定是熱量最高 一湯匙就是100大卡啦 一湯匙大概15克左右 大概就100大卡的熱量 然後你大概吃三湯匙 就一碗飯的概念啦 然後如果你還有一個是大家比較想不到 就是類似像 有些人不知道為什麼 在吃火鍋的時候 會加那個什麼芝麻醬 或是花生粉 有會 我有的時候也會加 對 而且我是 而且我是沙茶醬還加芝麻醬 真的嗎 這是口感上 再加一顆生雞蛋 生雞蛋就是你要確保那個雞蛋真的是安全的 因為畢竟 我只好我相信業者怎麼辦 進去了 進去了沒辦法問 所以像你那個如果是沙茶 我是那個花生粉 還有芝麻醬 這個都是前大就是前幾名的熱高熱量的醬料 但是你還可以加很多其他 比如說 蔥有沒有 因為我只有吃一種的時候我會加 就是吃那個潮州 潮市的那種沙茶火鍋 那個裡面本來就已經有沙茶 那個我還要特別加雞蛋 加雞蛋喔 就是把它拌在一起這樣子 把沙茶醬跟乳 它有個滑潤的口感 然後我有時候會加點花生粉 有的時候我發生的也是加那個什麼 豆腐乳醬 喔真的喔 豆腐乳喔 那你那一餐應該不是熱量爆表 應該是吶含量爆表 我聽 講到吶含量 我要提醒一個東西 就是像有些人會去吃那個 火鍋裡面有那個鴨血有沒有 那超級美味啊 鴨血的熱量是不高 但是它的問題是說 一塊鴨血大概掌心大的鴨血 它的吶含量大概300毫克左右 一個掌心 對一個掌心大 300毫克 那我們一餐大概就800 所以你吃一個掌心大 你的吶含量大概快接近一半 可是我通常都吃不止 對 所以我可以吃很多 有時候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因為火鍋的湯 它畢竟都還是 鹽份比較高 所以真的不要喝太多 要不然就是你 最好搭配無糖茶啦 因為有一些茶類可以幫助 趕快把這些鹽份代謝掉 無糖茶茶 對無糖茶 天啊 那火麻辣鍋的鴨血吃到 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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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個就是熱量不高 但是它的吶含量比較高 喔 好 我有點痛哭 是不是應該講一點可以吃的啊 不然大家那個 聽眾會覺得說 可是火鍋就很好吃啊 好 不能講 因為這幾天天氣忽冷忽熱 那大家吃火鍋的時候就可以參考一下 我莉莉的意見 我回去 我回去再研究吧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Swiss 感谢观看